今天有老師問文講那個公民 有關公民教育的 那就是 其實我剛才覺得他講的有一句話很棒 就是台灣人喜歡當選民 不喜歡當公民 的確我自己還不是公民 20歲 其實但是 但是經過那個這次的選舉完之後 其實有很多學者跟專家他們都提出 欸台灣是不是有那個 慢慢有那個社會的一個 力量在慢慢的出現 跟慢慢的聚集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可以跟 就是讓台灣慢慢走向一個 走向一個公民文化 從選民化走向一個公民文化 那 很謝謝今天兩位 就是兩位專家的講解 那就是 現在想要問說 現場有沒有 有一些提問 因為相信 這邊都是很多人有參加過318 所以也會 也會去親身感受到那個 政府 也許對我們 我們國民的一些 政治的操控啊 手段之類的 那有沒有想要提出一些問題 問 就是問兩位專家這樣子 有嗎 我們就每次先搜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給那個 那邊兩個 那邊兩個 還有一個 那美容師 那我們先讓這位 這位講 不好意思 我想請兩位 有沒有想過那個 古代雅典民族政治的一些 限制的一些現象 雅典他們的民族限制是說 必須要是有財產一定皆成年男性 女性 建民或者是異族人士 皆不能有 這種選舉的心理 我最近 有一個歷史系的學長 一直在跟我講這個問題 他說 他最近在思考台南民怎麼辦 他覺得 好像這個比較有道理 他說 很多現在很多 比如說劉振宏 劉振宏是怎麼出來的 劉振宏就是很多那種 執政黨他們會特定的 會在某些偏鄉地區去綁樁 去做一些 容易讓一些特定族群人士 對他始終支持的一些現象 去做一些防禦 還有說 所以說 他就一直跟我冠說 所以說我們台灣有沒有思考過 對於這種所謂民粹政治 這樣的怎麼樣 到底是不是好了 而至於說 我們以前 每個人不但地在被灌輸那種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這種觀點到底是正確的嗎 還是知道有其他可以在思考那邊講 我想問看這樣 好的 謝謝 那第二位 那個我剛好有兩個問題 大家看到這個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想知道有哪一些國家 目前在他們的政治裡面 審議市民主是比較發達的 那他們有使哪一些 是因為哪一些機緣導致了 他們跟地方 看得到的一些其他國家的政治 老師都不太一樣 這個 這個模式 其實是我所思考的 這樣 算 算 就是在其他管理也好像也是有 不知道 我現在也沒有從中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有提到說 在 聽證會 或者是 什麼一些人裡面 所謂技術官僚或是專家 其實還是算扮演一個 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知道說 我們能不能舉個例子 比如說一個案例 用什麼樣的機制去選這些專家 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方法 因為 我想 關心台灣政治新聞 前幾天應該也有看到 就是柯文哲跟他們的勞動組長的新聞 那這方面應該有遭受到一些批評 跟 引發一些爭議 然後我想知道說 所謂的專家應該要怎麼選 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當作一個 當作 給他參考的一個 好不好 這樣子 那還有第三個人想提問嗎 那還是我們就先 教給他們 來回答 那我都是做的回答 還是再一次 隨便 隨便好 我想說其他國家的話 我現在腦袋裡面閃過 大概比如說像丹麥 大概在1985年 然後就開始在他們國會底下 有設一個丹麥科技委員會 如果上網查的話大概叫PTT 但是在1985之後 整個歐洲包括歐洲議會 可能到2003年 大概都有設立一個叫 Technology or Seismic 就是科技提供局 那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大概在90之後就發現 科技議題部應該只有科學家可以參與 他們比較平等 他才有些展 которого 三號好忙的程度 則涉及到政治社會經濟 甚至經濟更入力 他們就有這樣的一 newly 一些的機構 而裡面的機構 除了秘書處之外 他有讓 帶賣各界可以進去 全力的委員會 然後每年 看說政府 他們一年的預算 我不確定現在大概2011之前 大概是5000萬台幣 這5000萬台幣怎麼分配進行公民審議 因為一個民主的審議 民主跟硬體工程一樣都需要投資 他的投資不是只有藍品人力 人力資本分析 那單賣是這樣在操作 而國會大概眼底都要去回應說 公民審議不一定是公民 他可能是跨領域的 然後他們審議的結果 國會買單不買單理由是什麼 它是一個說明的過程 所以他也不是所謂審議的責任出來 政府就是照單全收 而是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那本來就是單賣歐洲 可是我必須要說歐洲它是整個 政治文化政治意識有這樣的思考 那他綁的也是整體的政策 其實整個工作對科學的這個領域 它應該跟政策是什麼關係 跟其他專業領域 還有跟公民的對話這一塊 我覺得它相對是走在更前面 而且這樣子的政策審議已經到了科技問題 其實在台灣我今天沒有講 我可以簡單講一件 我們之前本來是測慧受行政院科目式委託 本來我們去處理的是生物資料庫 BIOBANK 因為背後設計的利益很大 可是後來我們在籌備的過程裡面 因為它涉及的利益太大 所以我們最後只能處理什麼 健保資料庫 我們知道各位知道 其實健保資料庫的資料是可以買的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舉例 因為健保資料庫已經是後端了 前端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在醫院或各個地方留下來的檢體 大家有沒有想過它是怎麼被使用的 那這是一個部分 就是我一個舉例說 台灣的狀況是怎樣 那歐洲其實是這樣 那美國呢 美國是百花齊放 其實你看民主黨 歐巴馬或者是克林騰 克林騰下台之後 或是歐巴馬他們的線上排鉤 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話 它跟美國一個NGO叫做 美國開獎其實是很強的關聯 那其實美國開獎大概在2000年 甚至更早就是在做大規模的審議 我今天沒有介紹剛才那個slide 第一個21世紀城鄉會議的操作 所以它的政策產生過程 包括像05年06年那時候 在處理Catrina災後種的重建 它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是在美國更有趣的是說 團體也會把它生意拿來 作為倡議的一個過程 那像他們有一個機構 叫study circle 以前叫學習全校 叫everyday democracy 叫每天都民主 那它是怎麼做呢 它會找說相對比較多 拉丁美裔或非裔的社區 然後帶著他們從食物開始談 為什麼我們只能吃麥當勞等等 然後開始去拉到健保制度的 所以它在透過審議其實在做培力 培力背後其實要倡議 就是說在整個社會結構不平等之下 我們可以怎麼訴求我們的權利 那在巴西就更不一樣 巴西其實是在工黨 台灣沒有上工黨 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 巴西的工黨是一個左翼政黨 那在他們的政黨裡面強調的是 參與是民主 還有權力的重分配 所以其實工黨除了 曾經2000年 偷工的巴西的總理之外 他們其實也偷工了那個city 就是漁港的市長 那上任之後 開始推巴西的參與市民選 其實巴西的參與市民選 一開始是一個原型 那後來每個國家都會複製 可是恐怕都只複製 就是他的會議的操作模式 他們有看到的是 整個參與市預算是年度跟議會 省預算的制度 代議制度連結 那他的代表制其實是很多元的 不同的環節 有一般社區的代表 有工會 有NGO 然後也有工民在挑戰中選出來的 那他們大概就是一年度 就會跟著議會的決定 那在過程裡面 他們也是要voting 要投票 而且有趣的是 他們的投票 如果你符合他的所謂的 弱勢的標準的話 還可以加權 投票還可以加權 所以我今天沒有強調一個部分 就是說 就是每一個國家的都審議這件事情 審議民主這件事情 你要看他的國家的狀態 跟民主的條件 你會看到說其實 除了無政府主義的人在做運動之外 你沒有看到其他國家 會像香港跟台灣 只能在街頭審議 那為什麼 恐怕台灣過去不是沒有審議 而是到底每次審議之後 政府是怎麼回應 是不是熱熱鬧鬧的過場之後 那他可以擺爛或是終死 或者是說 怎麼樣程度的財納 我想恐怕這是一個問題 那最後是說 到底怎麼選專家 我想在不同的系統不太一樣 全國科技會議 也有找過我們怎麼去設計 你是因為朱金英上台 欸這個都會轉播對不對 好我就不講那麼多 就講環保署的專家會議就好 沈小毛有他的操作方式 可是後來我們打那個 不是打 操作那個 填海道港那一次的政策環評 比如是工部門跟民間團體 還有離開關係 我們先一起來討論 我們覺得哪些領域的 所謂的專家要找進來 先設定議題 然後再就這個議題來討論說 不同立場的人 而且恐怕不能只有科學 以及 有時候 有時候 比如說 一個議題 他長年累月 受這個議題的影響 然後有他 因為在這個議題的經歷過程中 累積非學術系統 訓練校的知識技能 這樣子的 我們也會認為他應該是專家 好 那在 在 在歐洲 國外他們很多叫做 一個嚴重領域 不管是 那個SGS 就是 科技 科技社會 或者是後常態科學 在做政策評估 裡面都會有一組人 叫做 受益提倡情影響的人 然後他也累積了所謂的專業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他進場 我比較抱歉 我現在講的是原則 可是對我來講 在 環評 專家委員會 或者是說 很多行政會議 他會邀請一些專家進出 或者是說 都記 或者是每四年 或者十五年開了 要第一次的全球能源 全國能源會議 他的專家進行進程 恐怕我們要在這個政策 脈絡裡面 這幾個原則就是說 不能只有特別領域 不能只有政府倦 習慣了 然後跨領域 然後民間團體 還有特別是受益提倡情影響的人 而且這樣子的討論 你還要思考 他怎麼跟厲害關係人 怎麼跟不特定多數的公眾 這之間的回饋極致 可能恐怕不是只有思考 跟他這之間的展覽 那我想說第一個題目 就去忙來一下好了 好 關於那個 要不要回到雅典的民主 我個人覺得是說 第一個 都知道雅典的民主 事實上是建立在非常具有 排他性的基礎底下 女人是沒有投票權的 你是外國僑民 即使你在這邊住一百年 你們家族還是沒有辦法投票權 他是要具有雅典學統的成年男性 才是雅典公民 另外一個重點是 雅典的民主 現在有奴隸制度的基礎 所以這邊我想很多的條件 都不是我們現在 有辦法去回到雅典的民主 不過你剛剛的意思大概是想說 對於我們現在有很多人認為 這種所謂的多數決 可能會產生的這些負面效果 可能很多人會擔心 確實我想民主政治 民主不是萬靈單 民主當然有很多缺陷 尤其是多數決的行駛 常常很可能會產生多數暴力的情形 或者是可能會產生不好的解剖 各位知道當年的希特勒 他是以43.9%的得票率 合法的拿到了執政的權利 所以現在在制度上 通常一個民主國家不會只有多數決 所以我們經常會談說憲政民主 什麼叫憲政民主 憲政主義其實模樣是反民主的 反多數決的 所以比方說有一些基本權力 只要在憲法上規定 武權 我們現在武權憲法 裡面武權的職權都放在那裡 所以你的權力行使 一旦違反了這些規則 即使你是多數決 你也是被宣告違憲 那就是說我們去確保多數決的運作 必須要在一個框架裡面 這是制度上 換句話說多數決 不是anything goes 只要多數 它就是具有正當性 當然不是 另外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是說 民主政治其實不是只有硬體設備 不是只有硬體設備 我們什麼樣的制度 大家做什麼 民主政治其實需要有軟體 就像一台電腦 你不能只有硬體設備 你還有軟體 那軟體就是我們的公民素養 那我們公民素養 我覺得經過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民主化 我覺得已經跟過去有一些不一樣 雖然可能看起來還跌跌撞撞 但是這些公民素養的培養 當然需要時間 比方說我覺得我們現在 比方說買票文化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很多的投票行為 你會看到這一次的大選裡面 其實很多的政治學 尤其做投票行為的人 被罵得一套難度 因為都撤不準 因為好多的縣市都撤不準 是因為過去的很多傳統的投票 或是政治行為的模式 可能會隨著我們進行民主參與的過程 其實會有一些改變 當然這邊的負面的影響 是不是因此可以解決 我不敢說 但是我當然比較不會那麼悲觀說 那我們要回到 對於某一些人的限制 其實當年49世紀有一位 英國的政治思想家 叫John Stumiel 他當年都認為說 英國的工人 可能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有複數投票制 劍橋大學的可以有五票 一般人有一票 他認為慢慢慢慢 民主透過慢慢學習 好不好會好一點 但是我認為台灣應該 還不至於到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 就我剛講 民主是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 我常常講 我用一個形容詞來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 我們現在就好像說 我們現在常常 我們在學英文 學一個第二外國語 我們在學英文時候 常常會用台灣的語法去學英文 會唸出一個台灣英文 可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常常會用原有的想法 去思考民主 這裡面當然可能會有一些 你會覺得有一些問題 但是民主化當然是需要一點時間 我個人認為是說 類似這樣的問題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大家都願意來重新思考 怎麼樣讓台灣的民主更好 我們共同來思索 怎麼樣子透過生活 或是透過日常的一些 地方上的一些議題 共同去關心 我覺得我們的政治品質 其實是有可能改變的 這是我簡單做的回覆 謝謝兩位的回答 那現場還有其他人想問問題嗎 好 現在有三個 你剛才報過 有三個 有三個 我其實 應該是說 我對於選意民主這件事情 我開始慢慢了解 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像我之前正期看了一份論文在談 就是 一個 就是哈佛大學 一個做Civic Education的教授寫的文章 他在談說 就是所謂的 African-American 到底能不能被蠟進 審議民主這件事情 然後我看那篇論 我在思考的問題是說 審議民主本身是不是 我們一定要有 這些人一定要 我們能夠 去說服人 有足夠的知識的基礎 才能進到審議民主的討論過程當中嗎 那如果說 我不知道像佳華 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如果遇到真的是非常弱勢的團體 比方說 可能是身心障礙者 或者是援助別朋友 他們完全可能連怎麼發生都不知道 那這樣子在審議民主的操作上面 是不是代表審議民主本身 其實也是一種selective process 那不是我覺得問題可能有點尖銳 但是我一直都覺得審議民主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好好地思考說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公平地被操作 對 謝謝剛才這位的提問 那就是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看你講一串很專業的英文 對 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但是什麼意思 你這樣 對不起我講什麼東西 我只講 selective 喔就是 就是挑選的過程 喔 對 一種selective 挑選的過程 對 然後African American 第二個就是 被異議美國人 對 好 那謝謝 那剛剛還有另外兩位 這邊有線上一位朋友想要問說 就是 那個 立委開會 然後往往都是個別委員 與行政官員的對話 比較少委員之間的討論 與行程共識 兩位專家 會怎麼建議 立委或立法院的開會模式 需要怎樣的能力提升或會議行事 然後再來就是 前天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有關行政程序法修法的公聽位中 聽到一位專家 美國聯邦程序法 APA556557的例子 說到1973年 美國就比較少施行嚴格的聽證會程序 請問美國聽證會實習的情形如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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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他現在還不是個公民 我就突然想說 對 就是因為我也 剛好卡在那個19歲 就是不能連署 不能投票 也不能割藍尾的那個名字 所以我就想問說 就是對於下修投票權到18歲 就是這個 就是修憲的這個 價值是不是好的 以及就是 他如何在 就是現在的立法院內 取得一個共識 因為這感覺是一個 因為每次大家都會說 啊又要跑修憲 又要跑修憲 可是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 真的提案修憲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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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哪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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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稱呼你 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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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翻了吧 我 就是 其實 你剛剛問他 我比較像是說 一個議題的討論 你問他是不是要 在背上什麼樣的基礎嗎 有時候會講的是 這個有幾個層次 一個是說他對這個議題的了解 第二個是他的公開演說的能力 就是他有沒有辦法跟一群人 包括陌生 我先講幾件事 其實我印象有幾次很深刻 有一次我們在談 應否廢除死刑的公民會議 那一場其實最後是沒有結論 然後我記憶很深的是 我們透過抽樣 衝到一個白核症的 大概有五六十歲的夫人 其實他 他光來喔 第一天自我介紹 其實我好於進步人 他光自我介紹 臉就會抽去 他是這樣子抖 然後臉部那個抽去是他沒有辦法控制 那我一度也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討論在他來講 是不是太沉重 或是很 Loading很重 但有趣的是 他到了第五天的時候 很有自信 還會講完之後 像剛才有人自我介紹一樣 還要拿麥克風來補充 就別人講完之後 但我不是說 每個人經歷五天的神力 就可以變成這樣 然後另外我也是 印象很深刻的是 每次到花工那邊啊 我們要討論一些議題 然後我都會很害怕 害怕的原因是 我也覺得公平審議 有他很大的限制 那不是 不適宜每一次 我們就是很強制的要導入 可是很有趣耶 卡迪布的那個朋友啊 他每次看到我都跟我說 快趕快 趕快把這個東西搬進去 那我就會說 我們要不要先研究一下 你們現在開會的習慣 你們的部落會議 有沒有怎麼開 他也會跟我說 那部落會議都都假的啊 是不是 有時候 現在其實部落會議 它有一些規則 神經機關有定 可是到底會不會這樣做 還有它的操作空間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些呢 我是想說 我不想要否認這一切 我覺得它的確存在 可是恐怕我要說 現在體制內的公民參與程序 大概比這個更可可 好 那的確體制內的公民參與程序 也是比較靠言說 好 那我講幾件事 我剛才提到的 Everyday Democracy 他們在做社區討論的時候 他們非常重要的是 有一個做Translator翻譯的人 好 比如說他會顧及 阿滴美義或非義德居民 他可能用他的母語 比較能夠把話說得更清楚 或是說更能夠 完全地表達他的意識 那在香港這次戰爭中啊 其實大家都只看到87顆 催淚滑斯 我大概是去年 不會忘記什麼時間 我開始會去年雕 他們其實前面有D-Day 就是省異的三個階段 然後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他們讓 就跟現在的草根樂壇一樣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辦 那有幾場 我真的是看到他哭了 他們去深水埗 我不知道台灣是叫深水埗 深水埗 大概是在香港比較貧困的地方 他們跑去那個公屋的底樓 唐樓那些舉開 然後甚至有一兩場是 全部都是聽障者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想像 全部都是聽障者在討論世界 但他們不是只有比修理 可是他那個人力資本非常高 後面寫紀錄的三四個 主持人旁邊還有一個手禮老師 那每一個聽障朋友的旁邊 還會有人拿小白板寫給他看 就是這個就看我們說 我們願意為了 Discortion 省異這件事情 投入多少的資源跟償和 那我也要說齁 起初大概02年開始 台灣在做省異女主持人 大概都是透過結構化比較強的公民會 那我們大概是慢慢慢慢反省 包括上巨頭他們也會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切入說 這樣的場域你是該要再怎麼設計 讓包容性可以更大 那我就要回答一個問題啊 以前省異我們通常因為他是公共政策領域 然後大家都會很擔心 那代表性的問題 我們都要透過抽樣 但抽樣會不會有他的另外一個狀況 會其實抽樣他也是一個自我篩選 因為抽樣跟我們統計學不一樣 你抽到那個數字是死的 我們抽到是活人 活人他還是會覺得我要不要來 那所以那個抽樣看起來好像 所謂的人口變相就是他的性別 他的居住地 他的教育層度 看起來好像符合那個形式的代表性 今天這樣不辦我也可以說 我找的都是青年 可是我就是青年發展署辦的活動的青年 我就是找NGO 可是我就是找工會 不是工人的工 是工家的工 那個就很不一樣啊 那產業工會 砂石工會 這也是NGO啊 但我要講就是說 我這幾年我會覺得 代表性它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而且代表性其實有時候 跟整個社會資本 就是彼此的信任度有關 但如果說信任度夠高 而且我們真的要解決問題 我覺得恐怕是我們怎麼去處理 我剛才有講過就是包容性的問題 就是說你在整個的邀請 或者是你剛才說的挑選 參與整個過程裡面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至於說 剛才有那個網友嗎 網友提到所謂行政程序法 因為大概前幾天 那我必須要說 美國跟德國聽證他們背後的法源 還有整個國家脈絡是不一樣的 那我不認為 其實每一個國家的制度 有它的可參考性 可是因為背後的脈絡不一樣 我覺得不太能夠這樣直接去評理 可是對我來說 回到台灣的行政程序法 最重要的是聽證程序 其實我們現在是當事人不能啟動 是行政機關德 我自己會比較care這一點 因為其實你去發那個 去發那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過程 其實吳根 吳根在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行政法 他也當過大法官 他裡面他就有反映說 當初應該有當事人的發動權 然後除了當事人有沒有這樣的啟動跟發動權之外 我覺得現在比較麻煩的是說 到底大家怎麼想像聽證怎麼開 那我剛才一直在強調的是 聽證的預備聽證很重要的是 因為他是要做議程的設定 什麼是大家真的要討論的 還有人怎麼來 還有就是現場的主持人 知不知悉怎麼透過主持的引導技術 讓問題聚焦理清真點 還有當然有異議的時候 不同意見的時候 你是怎麼處理的 我覺得這恐怕都是 聽證很重要的一個要看的點 那如果大家對聽證真的有興趣 台灣正正辦得好的聽證大概就一兩場 那有一場是中科三期的第二次聽證 那為什麼有第二次聽證呢 因為不是因為他第一次聽證辦得好 也許回憶 就是因為第一次辦得太爛 然後大家抗議 所以你去又弄了第二次的聽證 他公開那一次聽證就開了八個小時 而這八個小時 好不容易才把幾個樣討論的議題 做更清楚的釐清 可是當中的主持人 他就發揮很清楚 讓兩兆 他其實就有點像 法院法官在做的工作 讓兩兆或是多方的人 的真點可以聚焦 然後彼此回應而不是相躲 所以對我來說可能不會是去談說 美國德國的聽證程序制度 我覺得重點是一些原則 還有它具體操作大概是怎麼做 因為我真的也很怕聽證最後還是被玩來 因為其實像會長聽證書是克賊 他好像108有那個行政效率 然後至於說立法院的委員會 怎麼開會 我想說現場可能 這種可能可以 就政治學者嘛 可以這樣可以聽我更多 但是我一直覺得 我去旁聽過幾次啊 不要說開會 他們連做全場 知悉診斷是什麼都不是啊 因為立法院要逃脫嘛 然後要簽到 他們都是先去簽了 我想說我也應該沒有更清楚 他光是坐在那邊清楚的 知道每個人的發言是什麼 都很困難 然後主持人要引導交叉詢問 恐怕更困難 然後行政機關來 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我想說恐怕都不只是主持人的問題 他是整個大家對於他的文化 然後又剛好又是選舉期間 看又怎麼操作 然後最後 後面如果又綁著打記的問題 恐怕最後都回到密室協商 這個我想這個問題更大 不是單一會議 那我想說我先想到這邊請 18歲 其實我覺得18歲 重點不只是18歲這個議題 如果你要問的是說 到底每一次修憲是還真還假 那就是我們看似有的政治機會 或是就運動團體來看 這次憲改 到底是不是修憲委員會是真的嗎 修憲委員會就算成立各黨 他到底只是要請一個 我也要喊出來 我是有一個歷史定位 是真心要來改 我其實有點好奇 那如果真的行政機關或各黨政治人物 真的是要完整的話 我覺得其實不用那麼的誠意高 我們就先來問幾件事情 不需要透過修憲程序的正感 你願意願不用做 如果不需要透過修憲程序的正感 你願意做 恐怕我才會比較相信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真的 而不是回到各自利益的盤算 那利盤算不一定是透過制度 我在政治權力的掌握 也有可能我是要一個階段性的 我喊出來我有一個歷史定位 那如果你又回到說個人的 就是不是個人 就是實質內容下收投票權 我非常贊成 因為世界各國已經非常少數國家 還在20歲 而且恐怕 恐怕年紀不一定跟公民意識 就是 對 沒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次選舉能翻轉 我想 可能就是很多年輕世代的投票的影響 好 我先講到這邊 剛剛是塔洛嘛 你剛剛講的那一位是Marina Levinson 對 好 我覺得我很同意她的說法 那我知道就是說 確實台灣過去在公民會 大家以為審議民主的公民會議 所以難免在這裡面 確實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正巧就是 剛剛佳華有提到就是 因為剛好我在芝加哥大學那時候 我的指導老師 是一位女性主義學者 叫Iris Young 他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 對審議民主的批評 就是說理不等於理性論證 我們講道理有很多種可能性 因為其實任何一種說話方式 都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展現 我們舉一個例子 剛剛佳華講那2005年那場 那個阿伯的那個會議我也有去參加 你就會發現到說 在那個大廠全體人員討論的時候 阿公阿嬤其實他會不太敢講話 因為要有條不問 要用國語 但是在小組會議裡面 其實他侃侃而談 那這裡面其實展現一種就是 如果我們只限定一種言說方式 他就有排他性 所以這裡面也看到 我們看到比方說在318街頭裡面 我們看到各行各業的人 在這樣相對不會有那麼結構化 受到拘束的情質下 其實討論的東西是非常多元的 換句話說 我們其實要更謹慎的去考量那個 溝通對話的形式是有很多種 不能夠只是說 你不能夠帶有情緒 否則的話我們就要打斷你發言等等 換句話說這裡面其實也是 我們在318之後 不管在校園裡面 在推這個審議民主的教學也好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明天他們要進行的這個草根模式也好 其實在這個言說的方式裡面 都特別考慮到那個包容 也就是要顧慮到審議民主的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審慎的去考量的話 確實會有一個排他性的危險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關於立法院的這個考論 確實這裡面我覺得有一方面事實上是有這個 制度上的問題 我覺得各位知道現在立法院其實有一個IVOD IVOD其實是可以做國會的這個轉播 但是我常常講說我們其實政府如果真正要讓一般老百姓了解公共議題的話 其實他需要用一點信 我常常我們計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你資訊要開放 第二個你的資訊要可閱讀信 各位如果看你看電子化政府 他把一大堆預算資料放在那裡 我不相信公民有能力或者是有時間從頭看到我 那這裡面當然就會使的是說 他說我資料都給你們啊 那你們自己去看啊 可是在很多國家不是這樣子 很多國家其實那個資料的可閱讀信是很重要 第二個是資料的開放性 第三個事實上是說怎麼樣讓那個資料透明 那如果能夠透過這一些制度的設計 其實你看到其實反而是公民團體在這裡面發揮了一個角色 各位知道318之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團體叫臥草 臥草他把每一天院會質詢裡面很重要的這一些立法院的質詢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又透過志工 把這個議題裡面重要的這些東西做了一些整理 然後用一個比較生動活潑的方式放在網路上讓大家去看 那我覺得這事實上是政府可以做的 也就是說讓資訊可以更透明 另外一部分當然是說我覺得現在的選制 我認為這也是我們覺得在這一波的限改的議題裡面 真的要好好來思考當前的選舉制度 因為在當然過去是因為這個常常認為說 過去這種單一選區相對多數複數選舉制 容易有買票啦派系啊 所以現在把它變成一個小選區制 但是就如同我剛剛講的這種中央明帶地方化的情形 其實會導致你會看到很多中南部的立法委員 通常那個委員會12點半結束之後 他就說我必須要趕快下鄉去 我要回去做選民服務 作為一個國會議員 其實他有很大的時間面臨要做選民服務 然後我曾經碰到一個委員告訴我說 婚商喜慶喔 去不一定有票 但是不去一定沒有票 那就表示說我們一個國會議員花很多時間 在地方的這些選區經營上 那這邊就會造成是說 這些專業性的國會議員 他沒有辦法在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面去問證 所以如何能夠去增加這些 比方說不分區的代表的員額 或者是說怎麼樣去改變現有的制度 很可能也會有助於未來的這個論證的這個品質 另外關於18歲這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我的立場不重要 重要是說大家怎麼樣去 其實現在你會看到很多的公民團體 也在進行這一方面的審議 當然一起來思考 在台灣現今段 作為一個公民身份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是20歲 其實20歲是很 怎麼講 沒有一個什麼一定的學理 說只有20歲才到成年 那19歲又364天 你還不算是一個公民 這個東西當然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所以只是說我們這個社會對這個議題 到底夠不夠了解 大家一起來思考 我先回到這裡 你可以給我嗎 因為我們時間有點急 但是我發現就是如果還有問題 可以私下 待會結束之後 私下再跟他們討論 這樣子也可以彼此交換意見 那就是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也怕那會有人可能要趕BRT啊什麼 搭不到車 所以 所以我們還是就是 還是要趕快再結束 那最後就是我想要 不然終於換到我宣傳 我就是壓軸宣傳 還是要宣傳一下我們明天 這個我們紀大學法律服務社 明天的活動 那 其中我們早 我們時間是早上9點半到5點 那我們其實是分早上跟下午的嘗試 早上主要是以研討會的模式 可能就會有請到各個不同領域的講者 那我們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民體改革跟民主防衛機制 那下午的話就是我們要 會舉行一個公民草根論壇 那剛剛其實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大家有說 欸那個神醫師民主要怎麼操作 其實然後還有家伙慢慢也有在 那個帶大家玩過那個華爾街的那個手勢啊 那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嘗試看看或玩玩看 或是更想要實體操作看看的話 我們草根論壇明天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模式 會帶大家用這個手勢來進行草根論壇 那就是大衣介紹到這邊 然後歡迎大家來聽獎 謝謝 非常的謝謝 我們今天我們的主持人還有今天兩位獎者 佳華還有俊鴻 我們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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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長期的來在我們在地 然後來討論這些不同的公共的議題 那我想說其實我們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看到我們彼此是有差異的 可是也因為我們看到了彼此的差異 其實我們在這裡也尋求了彼此的共識 所以這個民主或是說這個公民社會 它深化才變得比較有可能 那下個禮拜我稍微再介紹一下 下個禮拜要打個廣告 下個禮拜我們折舞 我們會邀請到一位紀錄片導演 我們要討論什麼 我們要談比較在地的 我們談有關於中興新春 他的過去現在 還有他未來的一些 我們可能會看到他的一些問題 或他的困境 那他的挑戰在哪邊 透過一個紀錄片導演他的影像裡面 他也來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的過程也歡迎大家加入來討論 這是下禮拜 所以歡迎大家下禮拜 同一個時間7點在好辦這個地方 繼續來參與我們哲學興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離開的時候幫我們在那個椅子 稍微折一下